佟大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演员 毕业后他娶了他的老师关月 他们结婚13年了都没有绯闻 现在还有了三个孩子 生活幸福的让人十分羡慕 关月是佟大为的大学老师 在他上大学的时候 佟大为深深爱上了关月并一直在追求他 当然关月刚开始也没有给他希望 毕竟是商恋的影响确实不好 但佟大为还是没有放弃 最终关月终于被佟大为的真诚感动了 同意和他在一起 后来佟大为和关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家 一家五口生活得十分幸福 佟大为给大家的印象一直都是礼貌得体的 有很多粉丝都喜欢他 近几年他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比如前不久播出的新剧《功勋》 他在里面饰演孙嘉栋 还和孙力搭档演了夫妻 优秀的演技让他收到了很多好评 你们赞同是商恋吗 快来评论区互动吧